《曹操》 就在之后,陈公被曹操亲手下令杀掉以后,曹操怀念这位好朋友的时候,也对其痛哭不已。 除了哭自己的敌人以外,曹操还对自己的臣子留下过伤心的泪水,例如在晚城一战中,为他所战死的点位,以及大战凡城使死战不降的彭德。 而最最让腾感到不解的是,曹操曾经先后为同一个人痛哭过两次,而这个人,就是被后世人所尊称的鬼才郭家。 就在讨伐乌恒族之前,郭家因为病重,最终在柳城逝世,曹操在得知这一消息以后,直接是流下了悲伤的泪水,而且还说郭家是他所看好的脱孤重臣。 但是,却没能预料到,郭家却在正直壮年的时候就去世了,实在是太遗憾了。 就在后来的赤币之战中,曹操在大败以后,不经意间又想到了这位毛氏,于是曹操再一次痛哭了起来,并且还说要是郭家还活着,死战也不会输得如此之惨重。 为了郭家这个毛氏,曹操居然先后哭过两回,并且还当众发表过感慨,这也能说明郭家真的是得到了曹操的信任和倚重。 这在当时来说,实在是太难得了,因为在之后的巡律或者贾许,虽然都有着超强的能力,但是都没能获得曹操如此之高的厚买。 从这里也能说明,郭家的在曹操心里的那个地位,是没人可以代替的。 那么,曹操当时手中有那么多的毛氏,曹操有众多的毛氏,为何最看重郭家? 除了他的才华以外还有别的吗? 首先,曹操是非常看重郭家手里的情报网络。 在当时的冷兵器时期,空讯技术十分的落后,而且信息也是非常的匮乏,但是,只有一些大能之人才能预料对手的动静,所以,才能达到知己之笔决胜千里之外。 当时的郭家可是影川帝,区的大名人,认识不少有名气的人物,所以,无论有什么消息,郭家总能从别人那里获悉。 也正是因为如此,郭家才能料定孙策一定会死,而这一点,也一定不是空学来风,因为孙策得罪了太多人,所以,孙策被人报复只是时间早晚的事情。 这一点,这一点除了能说明郭家料是如神以外,还能说明郭家在江东地区还是有着不少朋友的。 而且最为主要的是,自打郭家为曹操效力之后,一直到郭家去世这期间,曹魏的发展势头是最快的。 在郭家没来以前,曹操曾经在衍州失败过几次,而就在郭家死后,曹操先是在赤壁之战中落败,后来又在汉中地区被打败。 在曹操的心里,他一直都是认为,原来都是郭家给他带来的好运,说得通俗且,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吉祥物,正是因为有这一点原因。 所以,曹操每次打了败仗都会想到郭家,因为有郭家的时候,曹操几乎就没有败过。 小编认为,郭家的能力自然是非常出众的,而且在曹操的心里,此人也是可以为其带来好运的,所以,郭家是曹操最为看重的毛事也不无道理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